出埃及记第十六章 将我们领出来 到这旷野 是要叫这全会众多饿死啊 亚吾瓦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 每天收每天的份 我好试验他们 尊不尊我的法度 到第六天 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 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 到了晚上 你们要知道是亚吾瓦 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早晨 你们要看见亚吾瓦的荣耀 因为亚吾瓦听见你们 向他所发的怨言了 我们算什么 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 摩西又说 亚吾瓦 晚上必给你们肉吃 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 因为你们向亚吾瓦发的怨言 他都听见了 我们算什么 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 那是向亚吾瓦发的 摩西对亚伦说 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就近亚吾瓦面前 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 亚吾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 他们向旷野观看 不料 亚吾瓦的荣光在云中显现 亚吾瓦小玉摩西说 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 你告诉他们 说到黄昏的时候 你们要吃肉 早晨必有食物得饱 你们就知道我是亚吾瓦 你们的至高全能者 到了晚上 有鞍唇飞来 遮满了银 早晨 在银四围的地上有露水 露水上升之后 不料 野地面上 有如白霜的小原物 以色列人看见 不知道是什么 就彼此 对问说 这是什么呢 摩西对他们说 这就是亚吾瓦给你们吃的食物 亚吾瓦所吩咐的是这样 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饭量 为帐篷里的人 按照人数收起来 各拿一额没耳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有多收的 有少收的 即使用 俄美尔量一量 多收的也没有鱼 少收的也没有缺 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 摩西对他们说 所收的 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 然而 他们不听摩西的话 内中有留到早晨的 就生虫变臭了 摩西便向他们发怒 他们每日早晨 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 日头一发热 就消化了 到第六天 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 每人两额没耳 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 摩西对他们说 亚瓦这样说 明天是圣安息日 是向亚瓦守的圣安息日 你们要烤的就烤了 要煮的就煮了 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 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 留到早晨 也不臭 里头也没有虫子 摩西说 你们今天吃这个吧 因为今天是向亚瓦守的安息日 你们在田野 必找不着了 六天可以收取 第七天乃是安息日 那一天 必没有了 第七天 百姓中有人出去收 什么也找不着 亚瓦对摩西说 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 要到几时呢 你们看 亚瓦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 所以 第六天 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 第七天 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 不许什么人出去 于是 百姓第七天安息了 这食物 以色列家叫玛拿 样子像盐水子 颜色是白的 滋味如同 参密的薄饼 摩西说 亚瓦所吩咐的是这样 要将一板 俄梅尔 亚伦就怎么行 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 以色列人吃玛拿 共四十年 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 就是迦南的境界 而美尔乃乃依法十分之一 银沙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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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沙瓦